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只有你們三個?Kendy和芯瑜? 他們走了出去 你有事找他們嗎? 我沒事就不能來 來,那你自己坐吧 乖… 如果我們接下來要一起請假 就要做一些安排人手 要不然補習社就不夠人用 KC,你在這裡? 剛才我聽到你們說要拿一套 去哪裡玩? 無法鼓勵,但是我們不是去玩 我們是去拿獎的 拿獎?補習社拿獎?拿什麼獎? 我通知阿蓮叫預留時間,拿獎才行 不,這個獎與補習社無關的 是我和Kendy研發了益生菌配方 在無法鼓勵獲得最優秀科研一頓獎 恭喜你 什麼是益生菌?你們不是補習老師嗎? 你們什麼時候去做科研? 其實我和Kendy在補習之前 在大學收了一科研究動物心理結構 當時去了普利吾島研究兩個月 在島上發現有一隻特別品種的牛 這隻牛,我們就拿了它的牛乳來研究 發現用它牛乳生產的乳酪 每二百克有六百億益生菌在裡面 比起市面上益生菌的產品多成倍 之後我們就拿了這隻益生菌 去研製了一個長度配方,改善便秘 我聽到很厲害 為什麼你們不繼續搞下去? 因為當時用來生產這隻生菌的牛 數量太少了 無法鼓勵政府又不給販賣 所以就算我們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 也沒用 誰知道前一陣子我看新聞 就看到無法鼓勵政府 大力繁殖這隻特別品種的牛 上個月還廢除了禁止買賣條例 然後無法鼓勵就搞了一個國際科研比賽 我們就拿這個報告出來參賽 結果贏了現在有十萬元給你救 救命啊 救命啊 不如我拿出來吃一頓好的 拿喝它吧 可以嗎? 我們要用錢投資回落者益生菌 由我們兩個香港女生研製的配方 拿出國際獎項 到時候一定有很多藥廠爭著跟我合作 有很多記者會爭著訪問我 我們 那到時候你們一定會豬籠入水 是呀…我一會兒沒有課, 我不說了 我要做很多化妝 買很多美衣 要以最完美的姿態出現 小心啊 再見 她想得這麼美好 會不會樂觀了一點 今天晚上我們不再無乖 要多點一百萬元的海膽 花了十萬元的美金 好…但你別再喝了 你整個八糞公的酒都被你喝光了 你看看他真的受了很大的打擊 假裝好多了 現在也沒有藥廠和記者來跟他談那隻益生菌 深月, 為甚麼我們的益生菌這麼好 但也沒有人找我們合作 別這樣了, 沒有人找我們 我們就主動找人了 沒用的, 我之前試過了 都是沒有人來, 沒有人聽, 沒有人想要 KC, 他找娘幹甚麼 她說大小姐明天想找我們談本集四的事 小姐 大小姐, 我們可以送給大小姐 你之前沒有送給大小姐嗎? 沒有, 為何我這麼笨 可能大小姐會跟我們合作 但你們跟大小姐熟嗎? 好像跟她沒甚麼交情 沒有交情, 而不是說離營 你想想, 接龍藥廠的藥業這麼大 然後她的藥房聽到全港 如果跟她一起合作 就可以一條龍生產了 好… 接龍這麼笨水 有說大小姐搶你們就發財了 而且大小姐是一個很有眼光的生意人 她一定不會服我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 沒事吧 嘗試也無妨 Candy, 你臉很麻麻, 是不是不舒服 我…可能昨晚喝得太多 我現在有點搞肚子餓 待會兒要推銷給大小姐 你能否認得信? 甚麼能不信? 誰不舒服? Candy, 你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Candy, 我想了我真的不行了 我要去看醫生 但這個益生菌的計劃交給你了 但我甚麼都還沒準備 Candy, 甚麼益生菌? 郝心瑜, 怎麼樣? 有沒有甚麼好消息會跟我說? 我今天很忙, 沒時間, 你說 叫大小姐投資益生菌也算是好消息 她沒理由拘捕 大小姐, 我和Candy研發了益生菌 郝心瑜, 我叫你上來 是說補習社的事 甚麼益生菌? 這益生菌是好東西 在外國也得過獎 雖然成本高了一點 但只要我們讓更多人知道它的功效 很快就會回到半日了 我聽到你說成本高 成本有多高? 一包賣成三十多元, 一盒三十包 那就是一千元? 你有沒有做過市場調查? 你知不知道外面街上 買的那些益生菌一盒多少錢? 芯元, 你別再說了 看你的樣子 好像你沒有做足功課 沒有做功課來跟我談生意 浪費了我, 老婆, 小姐 芯元, 你搞甚麼? 突然跟阿蓮推銷什麼益生菌 你知不知道今早上她被疲風 推銷得很激烈 不關我甚麼事 她心情不好, 你必須遇上來 就算你的提案有多好都沒用 她不會鬧你的 就算我搞磨了這件事 Candy在這裡一定很不開心 那個農曆年大小姐 不投資就算了, 為甚麼要罵你 算了, 爸爸, 還是我的口才不好 妹妹, 別說叔叔說你 你一向是有身材沒口才 喜有此理就真的喜有此理 要不要我幫你報仇? 出生就行了, 來吧 那又不用, 其實也不是甚麼事 妹妹, 為甚麼在你推銷之前 你不問過叔叔才行 問你有用嗎? 有, 起碼我要勸你, 不要偷偷賬 那就不用讓大小姐省了, 是吧 妹妹, 你也不看好益生群嗎? 當然了 紅三腰益生群的成本這麼貴 還有, 你和Candy 又不是甚麼出名的專家 哪有公司投資資金 投資資金嗎? 我和Candy參賽也贏了十萬元美金 如果我投資下去就行了 十萬元美金, 真是真是 作為投資者, 首要考慮的條件 就是成本控制 如何用最少的錢獲得最大的利益 不知道這新款真的很有效 只是沒人認識而已 開門吧 讓我來 是誰? 是誰? 老伯娘, 吃叉燒餅 就吃叉燒來加菜 妹妹, 為何那些喜賓這麼有趣 發生甚麼事? 龍家不是只有大小姐一個說事 這裡還有個姓龍 慢著… 你算不算我這個案發現場發生的事? 小妹妹和Candy研發了一生菌的配方 打算找接龍合作 誰知道你那姐姐 老年癲階就嫌成本高 就拒絕了個拒絕 還省得她一臉哭 她經常都很老套, 嫌點東西貴 中年癲婆, 還會用過一把尺 對呀, 用過一把尺對人對時 也不是第一天的事 不過這樣, 其實我們陳寶濤 沒怎麼買益生菌類型的東西 我可以幫你 真的嗎? 是不是應該先問陳寶濤的高層? 那我現在問你, 行不行? 行 不是問題 對呀, 你姓龍的少爺仔 你說試就試吧 你可不可以了 其實那些東西定價高 不就是代表她的質素好 怎可以因為成本價高 而不進入質素的東西給客人 芯瑜, 我支持你 風少爺, 其實我和朱領和淡 一家公司叫安寧強座主席會社 研發了很多好的產品 你猜不可以叫你爸爸 投資在我們的產品上 再放上陳寶濤上架呢? 反正你也幫了芯瑜 她不搶著, 還要幫我們 那去哪裡? 我幫芯瑜 是因為我想摸個中年甸破牌而已 姐姐, 不如我們談這隻手套的代理 它是日本的科研產品 除了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消除肌肉疲勞之外 還可以吸濕排汗 它的成本價一點也不貴 只有千多元, 我覺得它可以做 一對這個爛鬼手套, 成本價要一千多元? 那我們要賣多少錢去賣給別人? 這麼貴, 找鬼賣嗎? 不是, 它的價錢貴 是因為它的質量好 我們沒理由因為成本價高 而不進入質素的貨給客人 龍景峰, 你什麼時候才會生性? 你別跟我說這麼多廢話 生意是這麼做的嗎? 中年瘋婆, 整天嫌東西貴 就不給賣 我是這樣不奮氣才幫芯如而已 原來就是想跟大小姐鬥氣 我還以為你真心想幫你的GF 什麼GF?你說去哪裡? 你在芯如最絕望的時候幫了她 說不定她真的愛上了你 你瘋了哪條筋, 無緣無故說這種話 剛才你幫芯如那時候真的很帥 我剛才真的很帥嗎? 謝謝你投資我的益生菌 平時也不覺得你這麼有型 原來你的工作模式這麼有吸引力 你是不是小事這麼壞? 哪有? 西袖, 你跟東城什麼時候來? 約好就在接龍開會 不行, 今天實體店來了很多客 我走不開 東城又請了病假 如果你真的想我過來開會 我現在馬上收拳過來 行…不用…你留好店鋪了 我自己那樣搞定了 我早就輸了, 別輸了, 現在還少兩個 算了, 頂住了 你爆了? 這褲子有沒有那麼容易爆? 你好, 楓少 森嶼 為什麼今天你全打胎, 穿了四色西裝? 沒有, 我喜歡 喜歡還喜歡, 也要看看合不合 怎麼會這樣? 肯定是你太久沒穿, 肥了一點爆胎 那…你也看到? 你遮得明顯很難看不見 還有, 是時候我們要去開會了 好 為什麼很永遠? 現實跟幻想差那麼遠 好, 我們可以開始了 開始?不用等了Kendy嗎? Kendy今天有課 臨時臨急又找不到人來頂她 所以我一個人來 好, 那我們開始吧 森嶼, 既然我和你這麼熟 我不怕開門見山跟你說 其實這份提案我昨晚都看完了 大致上也沒什麼問題 雖然那個成本價是高了一點 但是唯一有一件事要改 就是…名字 這益生菌叫Oberlite有什麼問題? Oberlite… 你不覺得名字很奇怪嗎? 那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起源 這隻益生菌是在一隻 叫刨釘解牛的身上找到的 而這種菌是由一個叫 Oberlite的土著生物學家發現的 我們答應了他會用他的名字 明明這隻益生菌 所以不太多 好 好, 那你說到那隻益生菌這麼厲害 你有那個仇文可以讓我看看嗎? 有, 在這裡 是什麼?這麼臭的是不是壞了? 還不是這樣的 還不是這樣? 你這隻益生菌真的這麼臭? 可不可以轉用膠囊嗎? 其實你有看清楚我發給你那份文件嗎? 這隻益生菌是用了0.01mm 納米技術滲透的 要在液體狀態下 才能讓身體的長度吸收到 這樣才能發揮到它最大的功效 芯如, 無論你的技術多麼厲害 你的藥名這麼奇怪 這個益生菌又這麼臭 其實很難為人買的 但是改了它就不是這件事了 不如你先試試吧 你就會知道這益生菌有多麼好 也會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堅持 芯如, 你這隻這麼臭 你不要搞我了 但是你沒試過 又怎麼知道它能不能夠呢? 就算它能夠夠好 現在這個世代又說包裝 你什麼都不肯改 其實真的很難為人買的 但是你真的不能改 芯如, 我跟你說什麼 你什麼都站得這麼硬 我們真的很難合作 你怎麼說支持我? 那也要支持我下去才行 枉我還以為你和大小姐會不同 原來你們是一樣的 肚子餓, 家裡有什麼東西吃? 應該就沒東西吃了 因為最後一個杯麵給我吃了 讓我用個應用程式入伙吧 不是吧?你現在才入伙? 好, 要等著我拿了貨才可以吃 晚點才訂貨 去年半個應用程式每晚有直播 到時候看看有什麼至底筍東西 一次過買賣 不如叫我去買吧 不, 最近沒什麼錢 不如去洪家吃一餐吧 不, 不要去洪家了 我免得見芯如臉色了 你跟她合作一件事, 真沒安全嗎? 當然沒安全 芯如站得這麼硬, 什麼都不肯改 枉我還捱義氣 跟中年天婦交道說 你別說自己這麼偉大了 你也是為了大人屁才幫芯如 什麼?她現在沒好處嗎? 回頭來, 其實我真的答應她太快了 整件事今天是個復制 怎麼這麼說? 那是芯如, 什麼都不肯改 如果我真的照她的想法去做 根本她的益生菌就不會有人偷 就等於扔錢到含水海了 那你打算放棄不搞她嗎? 還有什麼可以搞? 但我覺得之前答應了人 現在才來說不搞, 好像有點臭小子 有多臭小子, 反正都沒有簽約了 中年瘋子不知道我幫芯如 是想跟她作對的, 不做就不做 果然有錢 就是任性, 但還是Annie呢 珍奶小甜 等等 小吉 珊瑩 珍珠奶茶 多奶吧? 謝謝 好, 好, 等等 麻煩你快點, 我趕時間 這麼趕?趕在哪裡發達? 趕著見客 見客? 謝謝, 再見 阿珍? 剛才我看到你避開心瑜 那又怎麼樣? 其實你沒有再找她談合作的事 她就知道是什麼事了 好吧 你知不知道她現在日入望完補習社 就拿著計劃書到處去收益生菌 那她肯不肯改她的益生菌? 當然不肯 你不肯改善了嗎? 我也知道了 我也不明白她的年紀這麼堅持 說真的, 改一點而已, 會死嗎? 如果她肯改的話, 我們早就合作了 你又不是第一日式心瑜 她就是這樣的人 只要她認定的, 她就會堅持 她是真心相信這益生菌是好東西 想幫到更多的人 我知道, 但她推銷也沒人要 現在還有什麼人可以讓她推銷? 她打算再推銷大小姐 還約了幾間私階醫院去談合作 還說香港談不成就去海外找人談 她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就是她什麼都不肯改 她不肯改的話, 整件事是會成功的 你整天說芯瑜什麼都不肯改 你有沒有想過了解她為什麼堅持? 回來了, 不是吧?又打火鍋? 我這個星期已經打了很多次 有什麼辦法, 朱英, 想吧 我想, 我去了外國這麼久 我最關心的是港式的火鍋 你們是不是不滿足我? 我當然知道你厲害了 創出香港, 去了外國拍戲 那就多吃點吧 不是, 大哥哥, 生氣了 何謂不滿足呢? 你看整桌是什麼, 和牛 這比你阿朱 滿足… 大哥, 整桌肉菜都… 不是沒有菜的, 幫你坐下來佔底 沒什麼 大哥, 這段時間應該都沒有唱通 怎麼辦? 不用怕, 我們有通便宴的 那裡 不錯 你們不是吧?吃西藥也不去買 不要… 你們真是壞了 不如你先嘗嘗吧 你就會知道這益生菌有多不好 也會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堅持 我明白 這麼臭 你這瓶是不是心如鹽發的那些益生菌? 你不跟它入座, 這麼臭 你說這瓶子不出 不如你喝掉它, 看看我的材料 其實反正開了, 不如你拍掉它 就這樣很臭 不如你拍照, 我就這樣 這樣… 來… 我竟然聞到一陣陣的香味 這瓶生菌吃的時候尷尬 磨的時候一點也不尷尬 我的肚子還很舒服 我終於明白到心如為什麼這麼堅持 和為什麼一定要用瓦伯的這個名字 這瓶生菌真的很好 很值得殺人知道的 合作愉快… 我們現在三個公司公司公司 封少爺, 之前心如說你拒絕了和我們合作 為什麼現在又會主動找回我們 我想心如誤會了 我從來沒有拒絕過和你合作 只不過因為我前一陣子實體電比較忙 我把這件事暫時放下 你知道, 何龍景峰是一個有口齒的人 心如說過的事我一定會做 封少爺的朋友真的認識過 對了, 我們現在簽完合約了 何時可以接受記者的訪問 宣傳一下瓶生菌 因為我打算訂定妥協 這些事我們可以遲一點再談 不過目前我有點關心想和你談 不如你先坐下, 請坐下 是, 我接受了一隻益生菌的名字 不改了, 但益生菌始終有點臭 我覺得可不可以把它用膠囊代替呢 但我之前就把數據傳給你 配方是不能改的 什麼不能改, 改… 很難得找到公司和我們合作 現在叫我們改一點東西而已 但你… 不用擔心了, 外面的公司 就算肯改也不展示我們 其實那個配方只要改一點東西 應該做幾次實驗就可以了 說不定我們會越改越好 說得沒錯, 那我們嘗試改良好配方 就是…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我之前跟你談過這麼久, 你也不肯 一句就行了 這益生菌是我和Kendy一起研發出來的 我一定會尊重Kendy的意見 總之如此 一早就找你Kendy聊吧 我們就要收拾回家 我會拍一張照片 我們就要去吃了 你就會 Pat辣 你… isz…